今天晚上妈妈为我左右夹攻山山峰 帮我任督二脉通一通 但有的孩子觉得这样没通 还要能量饮料天天喝当水喝 董事基金会8月份调查308位青少年 有四成的学生拿到能量饮料想喝就喝 有六成的学生呢 喝是为了要提神洗脑 但你的脑子真的醒了吗 能量饮料中还有咖啡因 是一种中枢神经兴奋剂 加拿大卫生部门就建议了 13岁以上儿童青少年 每天每公斤体重的咖啡因摄取量 不应该超过2.5毫克 以一个体重40公斤的儿童青少年来算呢 每天摄取咖啡因不能超过100毫克 但董事基金会调查 市售的24款能量饮料 有四款咖啡因含量就超过100毫克 像这一罐每100毫升就有30.5毫克的咖啡因 一罐355毫升干了 咖啡因就超标 会影响到他们脑部跟智力的发育 那也有可能会让他们的睡眠品质不佳 那造成说可能白天的时候上课的时候精神不济 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 孩子啊你想高人一等 喝能量饮料 你最好再等等